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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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呢我们拿坦克捡捡箱子 你看我们直接两种又捡到箱子的 像这种开局的话呢 我们干脆就三种开局 你看直接三种 手上特别有钱 中间你看又捡到箱子 这个开局也是比较王子 你看又捡到钱 这还怎么顶 这个蛋蛋兽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这么有钱 要是知道我感觉他应该自爆 然后我们这里呢 无聊的时候我们就砍砍树 因为左上角这个树呢 他有些时候会刷箱子 但是那个树呢 会把那个箱子挡住啊 你把那个树砍完之后 这个箱子只要溢出来就比较显而易住了 如果说眼神不太好的呢 可以像我们一样把它打掉 当然我们这个眼神相当好 毕竟四字眼打掉主要是告诉大家 这个小细节啊 然后呢这个黄色在这里抢了我一个箱子 这个花影还跑了 我们直接过去给它点掉 算了它跑了就算了 目前呢我们这个坦克已经比较多啊 这个右上好像是个英国啊 这个右上感觉 威胁不是很大 好 然后我们就准备造雷达 因为这一局啊 我们随机到的是个伊拉克 可以造辐射啊 我们这个坦克一过去就可以把这个邻居啊 比较暴力的给他带走 直接坦克碾压 你看这个基地还想跑 直接干掉 好再把这个坦克一丝打掉 中锅就可以了 好 然后残下来就往后一退 把这个玩家带走 带走之后呢 我们先观察一下 这个左下角有个绿色 有个紫色 他们两个人呢打了一下之后呢 好像还没有分出胜负啊 那既然如此 我们就准备过去呢 劝个家什么的 家里面呢 你看我们这个坦克也是派到 右边去防到右上打我啊 好 我们这个坦克直接下来 打掉绿色基地 还想跑哪里走 打掉基地 直接就可以把这个绿色带走 他好像呢 坦克没什么啊 就这么一点点小飞熊 没什么太多作用 直接点掉地堡 好 点掉坦克 拐到这里啊 来了一个三星 然后家里面 剪箱子 用坦克紧啊 剪到一个盟军基地 这个盟军基地也是可以啊 像我们苏军呢 配上这个盟军基地啊 待会呢 可以照那个多个轮啊 剪箱子 因为那个小车子对吧 拆建筑比较厉害啊 好 蜘蛛啊 剪箱子啊 坦克直接把绿色的坦克带走 带走绿色呢 我们可以顺势啊 就把这个紫色给他带走就可以了 他只剩下最后两个地方给他带走 好 然后坦克直接往右一走 再把这个紫色 你看 这个紫色也没什么坦克啊 好 把这个紫色带走 本身呢 当时把我们这个坦克呢 带走紫色呢 我还想看一下那个右下 但是家里面一看 哎哟 这个黄色长了比较多的坦克 我们先站出去的往后面退一下 然后把下方的坦克呢 全部派过来防守一下 这个黄色坦克还是比较多啊 但是呢他这个都是小飞熊 他要是过来呢 我们也不怕 你看我们在这里对方造辐射 他只要一过来 我们就一蹲好 然后主力部队呢 已经回来了 这样子这个黄色想打我 是不是就没什么机会啊 而且我们还分了两个坦克呢 在那个下方准备 进行一个小规模操作 好 打掉牛车 然后呢 这里有个光站的绿色 他说 二号位太熟 本来这一步啊 能够打掉主要的建筑 其实他这个坦克过来打我呢 顶多就是拆我几个重枉而已 我反正有两个基地啊 他想把我所有的书军那个重枉 肯定是拆不掉 而且他是换我的建筑呢 他的坦克肯定也得丢哈 当然他现在也肯定也万一打不过了 毕竟我们这个是肥坦克 好 互相伤害之后 把黄色的坦克 是不是基本上呢都吃饱了 然后黄色来了个奶妈车 是想透过基地吗 好 小萌萌做工 把他卖掉就可以了 你看 这两个坦克 直接跑到黄色家里面去捡箱子 我们再把这个坦克派过来 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黄色带走 好 坦克摆进去 吃掉他的坦克 两个三星坦克在右边呢 也是顺势可以拆建筑哈 打到这里 右上这个黄色 直接里面核范下线 把这个右上带走之后呢 现在外面呢还有三家哈 一般这种呢 我们都要一位三的 注意看 小岛呢有个粉色 他在中间 拉了个基地采矿哈 然后呢 右中有个橙色 跟那个右下有个红色啊 两个人啊 在打架哈 我们一定要快一点 把这个粉色带走 不然待会我们过去不劝个价呢 他们两个人都打完了 没有什么事的啊 我们在中间找到两个熟色 这个粉色呢 还想过来等我 但是我们占据一个高地位 然后熟色脱裤子一蹲 把他的小飞球套一套 好坦克在过去呢 准备把这个粉色直接带走 好打到这里 粉色直接自爆 然后呢 最后就只剩下两家了 这个红色跟粉色 也在去打架哈 但是我感觉对吧 他们打的太慢了 我们必须过去劝架 坎克直接来到 红色家里面 这个橙色家里面 有点蜘蛛啊 我们先打红色吧 目前呢 我们已经是一打五了对吧 这一局啊 我们肯定要一位七啊 这个是没有办法 然后我们先几点箱子啊 目前手上有点卡钱 毕竟待一会呢 我们还要整那个橙色 不过这里要注意看 这个红色 整那个三星小车子呢 跑到我家里面来搞事情啊 我们蜘蛛磁牛一上 是不是整掉了呀 好 我们再观察一下红色 哎呦这个红色是个美国啊 家里面有些散兵 他目前这个小飞球数量还是挺多的 好像呢 比我这个坦克还多一点啊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专门了整一些这个小飞球的 克星 多整一些这个恐怖蜘蛛镜啊 这个蜘蛛镜一旦上了那个小飞球啊 他肯定会投币发麻 你看我们已经很多蜘蛛了哈 然后先把他的这个建筑给他整掉 因为他家里面有些小兵加地宝啊 我们就是要等他的那个小飞球出来 好要不要出来 他要是不出来的话 我们就拆他这些建筑就可以了 好点掉这个宽场 然后打掉牛车 坦克战术性的往后一退 回马枪 蜘蛛准备吃牛上 不过他往后退了 我们就先不着急啊 继续的剪箱子 然后呢多造点重工 这样待会出坦克出蜘蛛这个速度就比较快哈 好打掉地宝 好这个坦克还是不肯出来对吧 我们直接跟他拥抱在一起 蜘蛛吃牛一上 然后打掉重工 再拐进去准备把这个地铁给他干掉就可以了 不过他这个小飞球数量呢还是挺多的 这一波呢其实我们已经赚了哈 用蜘蛛啊上了他很多小飞球 我们先战术性的往后面退一下 家里面其实呢圆圆不断 又有很多坦克 毕竟我们这个重工比较多哈 而且比较有钱 好再把家里面坦克派过来 只要开过去这个红色的肯定是给不住啊 然后那个橙色哈 那个右转的橙色的这回呢 他其实涨了很多啊 好这个坦克我感觉啊 待会我要是跟红色打完之后呢 他那个坦克肯定比我多 估计这个橙色想呢 趁我跟红色打完之后啊 想做出疑问之力啊 但是关键是我们很多重工啊 待会用蜘蛛啊拦截就可以了哈 我们先用这部坦克来 把红色彻底的带走 好直接个横切 压掉小飞吃掉坦克 然后三星小车子啊 在后方准备输出 哎呦 彻底正好捡了个箱子 一闪一闪亮晶晶 好吃掉红色的坦克 现在红色只剩下最后几个建筑 我们给他拆掉就可以了哈 好把这个红色带走 这边注意看啊 这个橙色是不是啊 东西来了呀 但是我们早有防备 来了老地 哎呦这个家伙 这个坦克好多啊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有恐怖的蜘蛛镜啊 虽然说他坦克很多 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蜘蛛一拦截 他要是不打掉呢 这个蜘蛛会传染的哈 我们这个坦克继续带着他 逛花园 然后呢 蜘蛛拦截就可以了 现在他这个坦克都在冒烟啊 你说他打不打 他打呢 他就要浪费操作 而且我们这个蜘蛛啊 在后方圆圆不断 估计他呢 应该是头皮发麻哈 你看我们这个蜘蛛啊 就在这里拦截 他这个坦克基本上呢 已经消耗完了 那正好呢 我们这个坦克直接杀过去 是不是就可以把蜘蛛带走 他没有 他那个坦克全在这里浑身蹭抖啊 没有办法 这个蜘蛛呢 确实啊比较恐怖 好 打到这里 蜘蛛直接受不了 您的合法下线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